内政部办理2024自尽城乡魅力大厂 澎湖县政府建设处与成功社区已111年 巡忧静探古艺、仿后村、荣获社区营造型优等奖 成功社区自108年度大力进行社区空间营造 将原本废弃株涉及脏乱水沟整治改造 为在地特色自然美景的小桥流水 其株涉咖啡及摇烤披萨等 目前已成为成功社区创生产业的开端 县政府为持续鼓励社区环境空间营造创意 今年度各核定14件社区空间营造提案 预计11月底完成 在这半露天的空间里 用手工的方式冲出一杯杯咖啡 在周边绿色草坪的衬托下 显得十分惬意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间迷你咖啡厅原先居然是租设 除了租设变成咖啡厅 原本恶臭的排水沟 在清理过后加上一座小桥 也能营造出小桥流水的意境 村长萧天瑞就说 原本脏乱 只要用心去改造 也能变成景点 让成功村很适合推广农村小旅行 希望明年能有成果 成功村在地居民不多 最有名的就是当地早年因为养猪户落脚的关系 经过就能闻到错位 一直没有朝观光方面发展 现在养猪户停止养猪 猪设也能变成咖啡厅 搭配上小桥流水 夕阳 草原 悠闲农村的景象 最适合推广文青风的小旅行 有机会路过这里 不妨停下来 走一走 体验一下当文青的滋味 记着王海龙报道